簡單的椅子操 透過舞蹈老師的帶領 朝熱熱現場的氣氛 讓社區長輩能夠走出家門 也能活絡筋骨 那我把它用一些健康操的原理 把它融入在這個歌曲裡面 讓長者他們歡喜的學習 這樣比較有興趣 做運動不是那個華為的 做運動可以很歡喜的 然後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 又可以做運動 希望透過舞蹈老師的帶領之下 能夠活絡社區長輩間的情誼 也能增進身體健康 因為健康操自己做 自己做其實比較沒有一個團體的約束力 那我們希望養成大 習慣就是我們一起做個簡單的 永骨健康操 老師剛剛也稍微帶了一下 可能就是四個八拍幾個循環 然後讓大家習慣這樣簡單的 可以拉拉筋 因為拉筋如果我們的身體柔軟之後 其實對身體的健康促進代謝 是一個很有用的幫助 憲員黃文君及廖子佑議員 也肯定此事的活動 一方面不僅能讓長輩們走出家門 另一方面也能增進彼此的情誼 在小太陽社區這邊來教一些老年人跳舞 一些他們平常沒有學到的知識 能運動又能跳舞 又能把自己的身材展現得更好 希望說他能到各個社區去舉辦這種活動 讓每一位老年人走出戶外來活動 來學習一些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跳舞活動 在這個關懷據點裡面特別來邀請我們一些課程的老師來教我們的長輩 要怎麼運動 怎麼樣從家裡走出來 可以讓大家在這裡學習 大家在這裡運動 讓大家生活會更健康 簡單又不失運動效果的健康操 希望能帶給社區長輩更健康的身體與美好的老年生活 記者 劉永勝草屯 採訪報導 我們在這裡學習剛才的指定 我們在這裡學習的地方 我們的教科長輩